治病的钱现在家里都在谁的手上 都在妻子的手上 所以他离家出走 不光带走了小女儿 把家里的钱也都带走了 这儿子为什么又跑了呢 就是到现在我也闹闷这个事情 他又让我救他 他发现又跑了 我也在闹闷这个事情 那您不担心他吗 他身患重病 他可能也在要挟我吧 他后想 我又让你救救我 我又做不出决定了 他是不是也在用这个游写吗 我也在怀疑 你给我的答案 其实挺出乎我的意料的 因为你把儿子想的是 比较不太好 不太可爱的那一面 你说他会不会是要挟你 我也在想 你儿子会不会是另一个想法 他可能不希望看到 你跟妈妈两个人 因为他这件事情而闹得不开心 妈妈带着妹妹跑掉了 他有没有可能是为了 让你跟妻子和好 他才想要躲避起来 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你真心想要找到他 真心想要救他吗 真的想救他 我这几天都在四处找他 因为他不做吐息的话 他们的生命维持不了多久 妻子突然离开了 儿子也消失不见了 现在宋先生真的是面临着 两难的选择 一边是身患重病的儿子 一边是柔弱的母女 他们去哪了呢 我们又到底该去哪找他们呢 宋道宾告诉我们 平时儿子宋小都是和奶奶住一起 如今可能只有奶奶知道孙子的下落了 找我去跳的 他会去哪里啊 吃不到 对于患病孙子的下落 粘满的奶奶表示并不知道 儿媳妇去哪里了 贵娘啊 叫呗啊 而当我们问奶奶儿媳妇的下落时 奶奶却很肯定地告诉了我 那你带我们去找他好不好 我不瞧 那吃不定了 奶奶的反应让我们感到很诧异 奶奶为什么不带我们去找儿媳妇呢 在这对婆媳之间 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隔阂呢 在向周围邻居打听之后 我们得知 季朝美在资博只有一个亲阿姨 她很可能就住在她的阿姨家 开门的这位是季朝美的阿姨 在她的允许下 我们见到了屋里的季朝美 季朝美一开始非常反感我们 可后来却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 听到季朝美的话 我们实在难以相信 为什么同样是为人父母 父亲亲尽全力去救儿子 而母亲却是这样无情地反对 甚至要挟出永远别见女儿的狠话 究竟季朝美 为什么如此反对丈夫给儿子配型呢 画面中 季朝美的态度实在是让我们无法理解 儿子身患重病 同样身为父母 为什么母亲坚决要阻止丈夫 给儿子捐身治病呢 这身为母亲的季朝美 又是怎么想的呢 今天她也资源来到了我们的调解现场 现在我们有请她上场 有请 你好 季大姐 你好 来 请坐 我们讲一讲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是不让我老公和儿子配型 不让老公给儿子配型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救了也是白救 您怎么会对一个那么年轻的生命这么冷漠 啥子不管怎么说 我就是罚对 宋先生 您妻子说 之所以不同意你捐身 是因为救了也是白救 你听到这样的话有什么想法 我先问他一句话 你在我这个位置上 我 你能 你能不救他吗 你能不让我建一个当夫妻的责任吗 你能建一个当夫妻的责任 那你想想以后呢 以后 以后的路还沉了 我就是为了以后 我的家是我的官员 就是要救他 要给他花色 好 你要救他 我去家就和你离婚 以后要再也不让你嫁你女儿 季朝伟为什么要说出这么决绝的话呢 要知道面临死亡的可是自己的儿子啊 他为什么要这样强烈的去反对 丈夫救自己的儿子呢 难道这个儿子身上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看到季朝伟突然以离婚相逼 宋道斌该如何应对呢 你又替我想一想 你看那个宋晓 他为什么喊我医生帮我呢 他喊我医生帮我 我又就要接到这个做棒棒的责任 我若是做不到 我若是做不到这一点 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我都愧对于他 那你我都愧对于他了 那你愧你呢 那你不愧对你愧你 我先打断您一下 现在的问题是 我觉得您是不是把这问题想得太绝对了 因为你现在不准他们去配行 你想的就是一定会失败 可是万一成功了呢 他如果是成功的话 活该十年二十年后 如果是不成功的话 那宋斗兵的上梯也不行了 那宋晓也不行了 那整个一个脚就破裂了 那是一条命啊 垂死挣扎的人 希望多活一分钟 一个小时都是好的 他能多活十年二十年 你为什么不让他活 我也希望他活 但是中间中间是 不如他痛惜活动的世界上 感谢您的福建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